主席,我们有请教育部 陈次长 陈次长 大循,谢谢 好,部长 次长,那个 我现在就是针对 因为现在教育部也并了体委会 变成体育署 那先前在这个 补助这个 我想2017年的这个四大运 中央政府是 总预算里面 就是台北市规划是198亿 筹委会 筹筹20亿,台北市是 89亿,那体委会要89亿 然后你们也用了 这个2亿8千万 来作为权利金 的支出 所以列入这个就是第二预备金 其实 就是办国际赛事当然是很好 那跟国家的资源这么有限 尤其中央政府 你涉及到这么多的县市 对于这样的一个 体委要负责 将近一半 89亿 你们有没有在检讨 有需要付到这么多吗 是,我想有关于 四大运所需要的金会 其实是经过相关的评估 而且也提到 因为行政院金建会 因为他是透过公共建设的预算里面来指引 所以在那里面他有一个实质审查的机制 事实上一审查就能够降低100亿啊 本来喊出来啊 很多包山包海的事情啊 都要透过四大运顺便做 我跟你讲 这个市长 是 这里面甚至有很多要新盖篮球场 足球场啊 真的呢 对很多县市来讲 有一些球场啊 根本就没有 那台北市很多都可以用的 来我们请这个体委会啊 我们的区域署也顺便一并啊 不要紧你站过来不要紧啊 我们这个啊 署长啊 所以 这个四大运啊 在全世界的这个赛事里面啊 还不是像奥运啊 或者是市运那样啊 当然他有些大学的表现也非常的好 就是在台北市也办过听奥 然后中央政府的预算一直这样子用 然后一下就权力金你们也先代付 然后这个所有的东西 你们没有再进行检讨吗 有没有任何的项目 或者是说 你们希望能够把这个 中央的负担啊 降低啊 甚至要求他整个 尊绝预算的支出啊 整个都下降 来 请我们体育署啊 我们这个卓署长 你比较了解业务啦 跟委员报告 目前我们的整个计划 是没有完全正式核定 之前在行政院也开过协调会了 你们有没有反应 整个方案里头 我们也确定了 就是各项工程补助会逐案实质审查 我们也拟定了一个审议原则 所以那目前我们根据这种逐项审查的实质审议呢 对于每一项的这个单项运动 他所需要的这些场馆 我们也会进行着所谓的场馆总调查 那根据这种审议的规则的这个处理方式 我想整个这个经费在实质审议之后应该会荡下来 好 你们体育署现在一年预算多少 呃 公务预算是48亿 这个是你们的两倍多啦 是 我想这个是教育部应该要做的啦 为人民把关啦 不是这样子很多的概算 很多的一些预算的编列 这是很笼统啦 喊不郎当什么都塞进来啦 我们想继续看过那个项目啦 所以逐项审议 我刚刚讲了说有一些酋长真的是没有必要 这个我也看过资料嘛 对不对 你们也有开始在检讨嘛 对 我们会逐项 要抓一个目标吧 事实上先前喊 可以喊包括一些什么住宅什么都塞进来啊 三百多亿嘛 对不对 对 现在就盪到一百九十八亿啦 这简直在市场喊价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单单就 教育部体育署这个部分的八十九亿 你们应该有个目标 比如说 这个东西可以盪到多少 作为目标啊 还是要有一个总量吧 那个数字差不多多少 你们认为做目标啦 不是说你们最后一定会达成啦 因为现在 我们还在做那个场馆总调查啦 所以必须就这个整个场馆总调查之后 才能做后续的一个确认 那你们现在盖月的了解是有一些项目嘛 你们在评估也许可以 就是用旧的东西怎么翻新 或者是怎么样并用 来处理嘛 这要符合国际的规格就可以了嘛 好 那个我再问一下我们的陈次长 这个 这里面的追加预算 这个预备金里面也有四亿四千五百八十六万元 是补助大专院校的 调整学杂费收入啊 经费不足的地方 那当然你们很多的理由啦 那今年如果还是继续没调 你们估计要增加多少 对于啊 这个大专院校的 学杂费 短少收入的一个 补助啊 我想学杂费基本上 不能一直依赖所谓的 政府预备金的方式来做处理 一百零一年度你们用了四亿多嘛 那在新的年度里面现在 因为不保证你们能够经过立法院啊 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已经 退回要求你们重新研议嘛 那现在学期新学校要开始啊 可能来不及啊 所以你们的就是估计怎么样 目前我们并没有计划说 在跟院里面去动之预备金啊 不要年年动之啊 变成说变成常态啦 对 我们希望的是还是回归到一个常态性的学杂会的一个机制里面来做助理 但现在大家对于整个学杂会 常态学杂会的方案还有很多的意见 我说最坏的情况如果都没有办法通过立法院的报告 那你们还是要从预备金的方式来处理嘛是不是 没有 目前并没有这样的计划 那你说答应我不要年年哦 变成预备金的意思哦 不是拿来做年度的每一年哦 固定这样子用啦 对对 我们希望学杂会还是回归一个常态的机制啦 不是透过每年预备金的方式来做处理 好谢谢哦 我请文化部哦 代表 文化部来 这个 我们的许次长 还有我们朱局长 时间暂停一下 这个 最近哦 台湾的电影好不容易有一点起色啊 但就发生了大尾罗马这个事情 竟然在网路里面啊 盗版的哦 那么盛行 害我们宽姐啊 我们这个 这个 整个制导的单位哦 他们真的说欲哭无略 他们讲出甚至感觉到被强强弃就对了啦 那种 就是这个部分你们你们你们有没有去了解你们现在知道问题出来哪里吗 呃这个案子我们了解因为这个案子是 呃这个电影公司的在跟台中市政府在申请辅导金的解案的一个 啊一个片子 sample for 台中啊 对 sample for 台中是这样子是跟台中市政府申请那个辅导金的解案 台中市政府也说他们他们跟他们没关啊可能你们有人这个吼这中间是不是啊甚至有影射是不是文化部或什么其他的单位或制片在翻译的过程怎么样啊 跟委员报告那绝对没有我想文化部当当时在审这个片子的时候呢那么整个流程呢我们都非常的严谨那么绝对没有所谓的这种外流的这种现象 现在这是两千多万的版权的损失啊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措施你们调查的结果啊情况然后有没有补救说说有没有跟这个啊制片的单位啊联系一下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立刻跟啊这个啊包括这个网络啊是啊这个公司协调或什么样做损害控管没有啊 哦据我们所了解这个影片公司有他们的法律的顾问呢有跟那个土币这边呢请他们马上下架目前这个影片已经已经下架了已经完全下架了哦是好 那有没有可能给他们因为我是说你们这一次哦有关于这个预备机你们现在用了两用了哦总共啊将近两亿啦哦在有关于这个少年拍还有这个国片的制片的补助 但是对像大杯楼嘛他们也讲到了你们原先的票房补助缩断缩断也没有一个缓冲很多人预期到想说会拿到这一笔钱或没有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哦急转弯是不是太过粗粗糙了一点 呃谢谢委员关心这个议题实际上去年在这个国片的奖励的那个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在要结束之前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曾经跟业界呢也开过几次的咨询会 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很明确的那么跟这些电影界的这些啊有有讨论过有咨询过他们的意见 因为你如果不把这个取消的话实际上它会压缩到我们我当然知道但是市长我跟你讲哦你给少年拍一億六千万啊再加其他的补助三千八百三十 我意思是说就你那个政策的改变啊你总是要有一个日出的时间啊哦你当然有前面几个月讲嘛可是对已经投入 制片的人他是三五年的时间耶他有这个预期啦哦当然我觉得这个政策绝对是要改调整的这没有问题 所以我说你明年会不会又跑来说啊你们又要这个预备金的动用啊还是以后就不会有了 目前看来应该是不会再动用了今年会不会再有类似这种情况 今年应该不会再动用了就是因为少年拍的票房很好哦 然后所以哇一折以喜啊一折以忧因为软狼羞涩啊不知道哪里去拿钱哦 我们一方面希望看到国片起来 不过我是觉得说用这个预备金来支出这个东西哦 事实上是真的也排挤掉其他的 尤其是我想对一般性的我们讲的国片啊好莱坞的商业片 那是另外一个城市的问题 我觉得真正的国片哦我是希望说你们对于这个部分 啊为什么我们立法院教育委员会会通过退回 我们要求你们在总预算审查的时候有一个影私营产业跟台流风 你们完全没有五年计划目标还有预算嘛所以我们才要求重新提出来 这个都反映到你们要动用其他的钱你们没有一个影私营台流风啊 类似像韩流那样的计划的话说实在啊这个是你们不知道用这样的善用 立法院对你们的一方面要求一方面也是一种授权啊 所以尽快能够提出来真正的影私营产业的计划不要捉襟见肘 让人家感觉到真的没有一个大气魄提出一个好的这个我们的电影产业 好的一个政策好谢谢好感谢 接着请刘建国委员